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 Hyperworks X 新界面基础交互的第七节 查找与搜索对象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查找 查找主要是用来查找功能 因为我们的界面集成了很多强大的功能 当我们忘掉这些功能的位置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查找来找到我们想要的功能 启动查找命令 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的放大镜图标 或者我们用Ctrl加F键来启动 在查找栏里面 我们只需要输入我们的关键的字符串 那么包括这些字符串的相关功能 都会列表出来 供我们选择 比如我现在想要找到TOP优化板块 我可以直接输入TOPO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在几何板块里面 网格板块里面 那么优化板块里面等等等等 只要是包含了TOPO制服的 那么所有的板块和功能都会出现在列表里面 我们只需要单击选择相关的功能即可 这个就是我们的查找功能 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搜索功能 搜索栏位于模型浏览器的最上方 这里有一个搜索栏 点击进去激活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也是通过字符串来查找和过滤对象 搜索的语法要遵循属性加搜索模式的 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还可以使用大写的end 小于大于等运算符来优化我们的搜索 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 首先我输入一个数值3 然后回车 我们可以看到模型中所有ID号为3的对象 那么都单独显示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再输入一个关键词 比如说3D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所有名称里面包含了3D的对象的话 也都被我们搜索出来了 而且这个时候的关键词的话 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如果我们给3D 那么关键词我们添加一个引号 这里的话应该用英文输入法 3D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没有搜索到满足条件的对象 因为如果我们对关键词添加引号的话 那么我们搜索的就不是包含了关键词字符串的对象 而是名称为关键词的对象 所以说我这里搜索到的对象是0个 因为我整个模型里面并没有名称为3D的这样一个对象 如果我们有多个关键词 我们可以使用end和or运算符 注意的话要大写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 我要同时搜索包含了3D和GOM的 这样两个字符串的一个对象 我可以输入3D空格 end空格 GOM 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包含了GOM的字符串 3D这个字符串的所有的对象都被搜索出来了 再比如我们来试验一下WAR运算符3D 空格 WAR 2D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要么包含了3D运算符 要么包含了3D这个字符串 要么包含了2D这个字符串的所有的对象都被显示出来了 都被搜索出来了 OK 假设我要同时对名称和ID都进行限制 然后再搜索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输入 比如说 在这里输入 NAME 这里大小写都可以 NAME冒号3D 这里的话我们就end 然后ID冒号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搜索出了唯一一个满足要求的对象 那么这个搜索命令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找到名称中包含3D这个字符串 并且ID号唯一的对象 关于这个大于和小于运算符呢 我们也来举例说明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输入ID冒号大于1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ID号大于10的对象 那我都搜索出来了 如果说我要搜索ID号在某些数值范围内的对象 我们还可以使用横杠运算符 比如说我要搜索ID号为1到4的所有对象 那么我们在这里输入ID1到4 OK 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ID号为1到4的所有对象都搜索出来了 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对象的类型来搜索 比如说我在这里输入关键词 tap 就是类型 然后冒号 然后comp 这样的话我们把类型为component的所有的对象都搜索出来了 比如说我把这里的type改为MATMATMateria 那所有的这个材料也都搜索出来了 OK 那关于HyperworksX新界面基础交互的第七节 查找与搜索对象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去下注 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